曾脸上范冰冰,却娶美女护士,今初到25年零飞闻,还开上兰博基尼。 说到兰博基尼,很多人都知道兰博基尼在国内非常有名,大多数明星都会购买兰博基尼,例如李亦峰,李晨,而她曾恋上范冰冰,却娶美女护士,今初到25年零飞闻,还开上兰博基尼。 她便是韩清,69年7月出生在北京,是一名中国演员,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,96年参演电视剧《赌亡风云》,09年参演电视剧《决战黎明》,14年参演电视剧《谈判冤家》。 年轻时的韩清,曾和范冰冰一起拍摄电视剧,结果因戏生情,互生好感,范冰冰还公开过自己喜欢过韩清。 可惜,两个人终究未能走到一起。 如今的韩清娶了美女护士,还凭借多部影视剧《吸金无数》,开上了兰博基尼,上图是一辆价值400多万的兰博基尼盖多拉,搭载一台5.2LV10发动机,急速可达310公里每小时。 除了兰博基尼之外,韩清在剧中还有一辆价值30多万的凯迪拉克XTS,搭载一台20TL4涡轮增压发动机,百公里加速仅需6秒多,性能比不过兰博基尼。 现在的韩清已经39岁了,坐拥兰博基尼,住千万的豪宅,生活过得非常惬意。 虽然韩清当年错过了范冰冰,但是娶了美女护士的她,出道了25年,还是林飞文,婚后生活依旧甜蜜,而范冰冰也有了李琛的厚爱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